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格蘭騎士團的這個無限放置手遊啊 那這款手遊蠻可愛的 而且它的玩法就是大家最近很常看到啊 哇靠旭哥剛剛才做了一集啊 完全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把模組換一換而已 剛剛做一個什麼咻咻封神嘛 那這邊很棒的是它有出現各個格蘭騎士團的角色喔 大家看一下格蘭騎士團角色 都可以拿到 那還有這個鑽石可以無限拿 然後手抽可以無限抽 因為這個鑽石可以一直拿解任務啊 然後所以角色強化角色 都可以拿到鑽石 有沒有超多的 那資源可以一直拿狂拿 那還有這個像是禮包啊 最強的禮包福利啊 都會在這邊總整理啊 開局就可以拿到一大堆 這個爆多的資源 好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最多的禮包福利啊 都在這一集攻略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 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兌換嘛 遊戲的 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進入遊戲了 前面的動畫還蠻精緻的 格蘭騎士團他也 出了很多款手遊啊 格蘭騎士團這個IP一直出啊 他現在出這個是比較像是放置 然後無限放置 無限養成的玩法 就是現在韓國他們最愛出的那個手遊 俊哥才剛出了一款也是這種無限放置的玩法 就在上一款 大家看那個影片的上一款就有 什麼咻咻風神嘛 完全都一樣 等下等下 他是韓文的 先把這個語言可不可以換一下 這可以換嗎 中文繁體 要不然這樣看 韓文啊有可以 在畫面的 大家注意一下 點進右上角的遊戲選項這邊 設定然後點在畫面的 右手邊 右手邊一個語言那你那邊看到應該是韓文你點進來之後這邊就可以切換成中文繁體 這個一定要優先切換啦這個最重要 右上角這個語言先切換成中文繁體 那這樣才可以開始玩 你根本看不懂啊 每個都圈圈叉叉的韓文 韓文都圈圈叉叉方塊三角形 不知道搞什麼 看都沒有啊 他們其實有漢字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是不學日本這樣 就是繼續用漢字就好 他們以前都是漢字 因為像日本現在還是保留著漢字 啊這樣大家也比較好溝通嘛對不對 那你說去日本看不懂日文至少你漢字還看得懂 對不對 像是吃漢啊 像是什麼你的字你還看得懂 什麼電車啊 啊什麼什麼站那個有漢字你還是看得懂 韓國是有點感覺有點矯枉過正啊 他明明就有漢字然後就要弄的這樣子就是看不懂其實 有點 有點無聊就是了 矯枉過正的感覺 因為還是漢字啊 就是 要不然你要不然就用英文了 不然就大家統一就統一使用比如說全世界都用英文就好這樣也比較好理解 英文序歌還是看得懂 就只有韓文看不懂 韓文真的是 很難理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你最好看得懂啊 每個都什麼圈圈勾勾然後什麼 什麼踢啊什麼的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創造出這個文字的啊 之前有看那個之前去韓國文他們有一個故事好像是說什麼好像是用什麼窗戶 有什麼光影還是什麼的 他們是什麼他們的適中還是哪一個 就是有一個 就在他們那個 他們有幾個比較大咖的 像什麼李順成啊 像什麼適中他們都會在那個 他們的廣場有他們的雕像 就是發明文字還有就是抵抗什麼日本的那個反正他們 韓國因為 而且日本的 嘿嘿很多很香的東西啊 不管是說動漫啊然後各種遊戲啊還有那種 很多好玩的點然後美食 韓國的也不錯 吃的倒是都還不錯 然後還有像是 呃 虛哥覺得日本的交通可能稍微方便 這個地鐵捷運然後路網 鐵路比較方便 欸 在講手遊怎麼在講到這個韓國日本人 這兩個虛哥都 都去過不少次啊 虛哥都還蠻喜歡他個人比較偏好日本一點 可能因為 日本大家這個文化還是比較熟 去日本玩的真的太多了而且最重要是現在日幣好便宜啊 現在日幣超便宜 一直創歷史新低 去日本直接刷卡就好了日幣超便宜 好 一直在聊天我們先把攻擊力點高然後防禦力點一點 一直在抬槓 反正前面就是要先把這個 就是 語言換成中文這個最重要 繁體中文 你要看簡體的也沒意見啦不過我們 台灣還是都看繁體的好嗎 繁體比較習慣了看的比較習慣 其實跟什麼正字還是什麼都沒什麼關係就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就像漢字大家也是習慣嘛 有時候要扯正字然後 就把語言那種 通用東西弄得很不方便其實不太好 我們最好還是以大家便利性為主 繁體啊漢字啊其實都還不錯 這也是這樣我們出去玩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先練起來 開始就是很多鑽石 擊潰敵人然後完成關卡強化HP 這個 無限放置玩法就是這樣然後之後就是開始抽轉彈 玩法都是這樣很像超像 到20 然後就擊潰敵人 這邊有一些禮包福利可以領取 他會一直跳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是要來抽轉彈的吧 他這個會有一個課題在畫面右上角 這個就是一些禮包福利 他會強化你的很多資源 你可以通過這邊拿很多禮包福利 還可以升級了 有沒有 他剛剛講日文 點擊圖鑽 騎士團 來 這個有 升星 就這樣一直 推官這樣 那遊戲呢有很多神角 那禮包一樣就是從這邊 我們只要解鎖 就是福利啊 解鎖角色 他這邊都可以領到一堆禮包 然後鑽石 大家看一下 這個每隻鑽石都基本上是無限啦 因為他每隻角色都有 像你這個 拉爾森啊 然後 利亞德 大地守護者啊 7A卡特這些 酷伊然後還有這個 娜瑪莉他們 點了都會有大量的鑽石 然後王國守護者啊 他們一樣 這邊都有很多的鑽石可以拿 然後格蘭騎士 格蘭騎士這邊有一堆 這邊有7隻啊 德米拉 然後像是 這些 神角啊 拿到神角之後 然後再把他強化 都會有 大量的鑽石 有沒有 開局就是這樣一直玩下去 然後就是可以抽轉彈這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拿到新角嘛 把他邊入 然後 一直拿 然後升級這樣 玩法就是很像 然後就是去點圖鑑 然後去拿我們的鑽石 有沒有 有鑽石可以拿 這個鑽石基本上是可以無限拿 就一直這樣玩下去 那他的 因為他的 任務可以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然後 關卡也可以一直無限拿 蠻爽的 你看他一直跳 把他再點高一點好了 好大致上是這樣 玩法其實蠻輕鬆的 禮包福利就是像這邊有很多 挑戰課題啊 然後英雄這個 有沒有 他可以拿到轉彈券啊 然後這個有沒有 超多的 我們就可以一直去無限刷角色 一直拿鑽石一直刷這樣 就是這樣 輕鬆玩 算是一款蠻輕鬆的手遊 然後禮包 福利很多 超多的 雙雙禮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啦 跟大家聊天一下 然後講一下這個 算是無限放置 又是一款格蘭騎士團 主題的無限放置 他這邊有格蘭騎士團的角色 這邊格蘭騎士 然後帝國啊 啟士這些 協助者 東方守護者 黑岸 黑騎士團 拉爾森騎士團 蠻多的 非常多元的角色 還有陣容 還有玩法 分享給大家 那角色一樣可以無限爽抽 散步 散步